- 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來關注一下現在目前 尾巴的戰爭已經讓拜登好像已經沒耐性了 他竟然沒有關麥克風 就忍不住開始在抱怨納坦雅虎 還被媒體給全程記錄下來 趕快有人跑過去說你麥克風沒有關 我們來聽一下 所以他就直接在抱怨就說 我告訴他Bibi就是納坦雅虎的綽號 告訴他Bibi別再這麼做啦 我們已經來到耶穌面前 這個意思就是說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該面對面的時候 那旁邊的人就過來跟他講說 麥克風沒有關 所以他趕快就收了話 正在講壞話就被聽見了 那被金主聽到了 那所以這個納坦雅虎就氣啦 他就回擊說拜登錯了 那你看看喔 這個以色列真的 美國還要看以色列的臉色 他說拜登一直我正在推行 違背大多數以色列人意願的私人政策 那這個正損害著以色列的利益 他在這兩方面都是錯了 所以他還反嗆拜登喔 教訓拜登喔 教訓拜登 底氣很足 那現在災界月前 停火看起來是沒有希望了 因為這個納坦雅虎 揚言要前進加薩的南部 就是他們本來不是叫大家全部往南部跑嗎 北部他們已經是全面的這個掃這個地下的這些通道 那現在他們說連南部都要徹底的 等於說要殲滅哈馬斯 但是平民也還在那裡啊 另外我們看看 美國他們現在空投物資喔 但是竟然發生這樣子的一個烏龍事件 就是他們降落傘沒有打開 直接丟下去 變成了像是炸彈一般的這樣子的一個重物 重力加速度掉下去 結果還砸死了平民 就是你是要幫助人家之後你沒有開降落傘 這事情也是太荒謬了 那這個巨大包裹就砸到了民宅 造成了五人死亡還有十多人受傷 怎麼會這樣子呢 那美國的參議員就講說 美國真的是很慰善啊 來聽聽 對柱爾爾爾斯烏龍 mobil 所以我們要看這次非法庭 令人家墓長 但是另外一位 我們要為公佈 他們要求求消防製 要求消防製 但他們會提取消防製 因為它說要求可惜 和佳僚的人 他們有其中 mia 那又把ốc汇 而成功的 解釋 是時候 尤其ilda 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 全部 全世界 知道 怎麽 要求 在一個非常活動的戰爭 那其實不斷的一些這個軍員 本來是要到烏克蘭這邊去 但是最後竟然出現到了加薩的戰場 這是一種盜賣嗎 美國現在後來才發現這個事情 趕緊裝追蹤器 但是烏克蘭已經損失了超過60萬件 這個美國跟北約援助的武器裝備 很多都是在黑市上面銷售 那這個我們看到美國的眾議員 格林文他就講說 美國中情局必須與這個以色列合作 追蹤哈馬斯使用的美式武器的去 這些序號來確定說 這些武器是不是就是烏克蘭這邊過來的 俄羅斯他們提到了 這是烏克蘭最高的安達 最高達拉安全委員會主席 他其實就是烏克蘭的戰爭之王 那他這個帕森斯基 他其實就是烏克蘭裝甲技術公司 在2021年 他就是在營業額是250萬美元 但是到了2022年 他營業額暴增到了3.5億美元 其實就是因為在黑市上面銷售軍火 才獲得這麼大的一個營業額 那這個內幕現在看起來 大家只能看看美國能不能追得到 一直烏克蘭有武器流到這樣子的尾巴戰場 那但是現在拜登呢 兩邊不討好 尾巴戰爭、惡物戰爭好像都搞不定喔 結果呢這個每次都出來批評拜登的這個匈牙利總理奧班 竟然跟川普見面喔 那拜登氣壞了 想說欸你怎麼跑去挺我的敵人啊 氣炸了呀 那你看看他們兩個人還手握著手喔 奧班跟川普見面之後發文就說 我們需要在世上受人尊重 能夠帶來和平的領袖喔 因為奧班一直反對這個俄烏戰爭嘛 那尾巴戰爭之後他也是出來抨擊過美國多次 那川普現在主打就是說 欸他一上任啊 24小時之內戰爭就可以停止嘛 所以他們能夠這樣子手握手 也不意外 他說欸請趕快回歸給我們和平喔 這可能也是代表著歐洲很多國家的一個心聲 但是拜登氣啦 他說你這是在尋求獨裁喔 所以在拜登眼中 他是在跟獨裁者選舉嗎 欸這句話怎麼那麼耳熟 好像之前我們台灣也有聽到喔 那再來我們看看這個拜登的國情之文 現在也被這個福斯的前主播批評 這根本在咆哮嘛 你只關心烏克蘭卻無視美國同胞 好像呢對於美國同胞也不寬容 拜登對他來說是不是烏克蘭戰爭才是最緊要 甚至尾巴戰爭都在這個美國自己本身之前喔 這也是有史以來美國總統所發表 在黑暗最不美式的國情之文 他是這樣子在定調的 世界衛生組織的幹事長譚德塞 前兩天說他們的資料已經有 這個喔在這個加薩南北南部地區啊 十個兒童餓死 餓死啊 因為什麼狀況下的人會餓死 所以說是那個地方是不是人間煉獄嘛對不對 然後為了搶食物對不對 你還非得要開槍來控制那個秩序嗎 你看那個地方現在是什麼狀況 搶食物然後以以色列軍隊開始打死幾百多個人對不對 傷害不曉得多少呢 前兩天美國不是在那邊拜登又突發奇想 他去那邊空投食物救濟物資 結果紮到房子把人家紮死了五個人 對啊 這個現在那個那個那種地方 這是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嗎 那在那個社會活動 在那個社會能有活動能力啊 就三個國家嘛 一個以色列 一個就是巴勒斯坦 一個就是美國 其他國家進得去嗎 沒有人進得去啊 連聯合國的這些人都遭用被殺 被趕出去 所以現在美國也在裡面 對不對 發生的這些事情 美國沒責任嗎 其實拜登的手法就非常清楚啊 一方面哈 說他在這個國慶自圍 一開始就說以色列 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攻擊 然後呢被這個這個這個哈馬斯這個 殺了多少人多少人 所以他們有權展開報復 展開這些軍事行動 然後再講 講給誰聽 先講給支持以色列人聽 然後又開始 同樣一個事情 他又開始講 他說可是現在啊 在加薩總統這個巴勒斯坦 已經死了三萬多人了 這是不能讓他繼續的 然後如何如何如何 我已經去空投了食物 然後呢 我還準備在那邊開一個 在那個加薩的海岸開一個港口 對他們進行人道救援 那兩面人啊 擺明就兩面人啊 一邊講一邊講一邊講 那如果美國參議員 兩邊講更簡單啊 就是你美國也是兩面人啊 一邊說我給你所有的炸彈 剛剛算了我是二十億美金嘛 對不對 你這種一千萬美金的 給了上百次 二十億美金 彈藥都是你美國給的 另外一方面呢 你又在那邊說 我要去救援他們 對不對 這個不是跟那個 跟那個誰一樣嗎 諾貝爾一樣嗎 發明炸藥把人類帶入最大陸的殺 最大的殺戮時代 結果他開始頒發諾貝爾和平獎 好像他是和平之神一樣 對中國大陸很仇事 一群議員就可以提出來 他用的理由也很奇怪 那好像國際貿易法基本上不存在 那現在事實上美國是完全單邊主義 對中國大陸可以說是予取予求啦 當然現在就是說有一億五千萬差不多的用戶的TikTok 在我覺得在美國會突然被禁掉的話 對美國人自己也會是一個很好的教育 就是這是他們自己的政府 就是號稱從小叫他們這個政府 他們是開放自由公平競爭 現在擺明是正競爭不過嗎 拜登不是蠻矛盾的 他前陣子才開帳號 他現在又說要簽這個法案 對我覺得基本上他現在是這樣說啦 那大家都不做壞人啦 大家都不做壞人 最後看這個民間的反應怎麼樣 然後這個時候就觀望嘛 大家都是選舉 每個人都是打自己算盤 哪有國家利益啊 所以美國這個制度現在擺在世人面前 就是各個人都在為自己打算 本來美國的自由主義 本來就是人是最大的 這些社會機構都是為人服務的 那可是問題就是說 人你出來從事公職的人 你還是要為大家服務 可是變成從事公職的人 他也為他自己服務 那就是美國整個的政治思想哲學大破產 而且他走不出這個圈 你今天你看 你看這個 你看川普在選舉 這前兩天是在哪裡演講 一個小時三分之下都在罵一個人 就在罵 國際質問 三分之下都在罵拜登 可是國際質問從頭到尾都在罵川普 所以你說這個 他們都在講國家大事嗎 還有什麼人民為主嗎 個人私憤為主 個人私利為主 所以處處都是什麼 私心 然後都是什麼 私利 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們最大的主力不是TikTok TikTok在美國這些政客面前 是束手無策 最後就看美國這些年輕人為主的 這些TikTok的用戶 能夠容忍他們的這些政客 為了自己的私利 踐踏他們的娛樂 踐踏他們的職業 踐踏他們的所謂訊息自由到什麼程度 我們就拭目 好 美國大選 他們現在最擔憂的是什麼 是說TikTok會影響他們的選舉結果 出來講的人 還是FBI的情報總監海恩斯 他講說現在中國大陸要用TikTok 來影響2024的大選 一個抖音TikTok是國際版TikTok 難道真的能夠影響美國大選嗎 FBI的聯邦調查局的局長 講說中國大陸一直用TikTok在威脅美國 威脅到誰呢 是拜登馬 我們就真的去看看 拜登他的TikTok上面 每天每天都還在更新 他的主題千篇一律 就是罵川普 他的任何主題都是罵川普 他用TikTok用的也很輕 那他很妙 他一邊在玩TikTok 一邊在進TikTok 然後還不明白為什麼大家不喜歡他 更喜歡川普 我們來聽聽 I know the press is here and they're all wonderful people I don't know why they don't like me a lot more than Trump but they That's a joke I'm a kid I shouldn't even be kidding with you Shouldn't even pay a price for having said that 對 真的要付出代價了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現在要爭取這個年輕的族群 川普倒是站在跟過去相反的立場 過去他在任的時候也是一直在打TikTok 還叫微軟要買下TikTok 但他現在他說他不反對 他說TikTok禁令可能會影響到年輕人 很多小孩如果沒有TikTok 可能會發瘋 那華友講說川普力挺TikTok 其實是為了錢 但我覺得他可能也是為了選票 沒有必要跟現在的一個流行趨勢逆著來 而且每次講到TikTok 好像都是那種 我們聽到聽證會上面 都會有很多腦補的情節 好像把TikTok只要連上家裡的WiFi 就會偷取資料那種感覺 那奧斯卡也是爆發了歧視爭議 人家講說奇怪了 小勞伯道尼領取最佳男配角獎的時候 是從關紀威的手中來拿 關紀威也是亞裔的 美國亞裔的男演員 結果他沒有跟關紀威握手 也沒有眼神接觸 他好像看的是別人 他可能覺得 不知道該怎麼解讀 他是不是沒有看到關紀威 還是刻意沒有跟關紀威互動 反倒是跟別人碰拳的時候 這樣跳過了關紀威 關紀威在旁邊也有點尷尬 很多人跑到他的X上面去留言說 停止種族偏見 太沒有禮貌了 連艾瑪史東領獎的時候 他的頒獎人是楊子瓊 結果他也是跳過了楊子瓊 然後就走向了旁邊的珍寧佛勞倫斯 還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擁抱互動 所以網友在這邊講說 艾瑪史東對亞裔存在的種族歧視 是不是也太不尊重人 人家說發生一次也許是巧合 那連續發生兩次 是不是就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歧視呢 所以有這樣子的一個討論 在網路上面這個引爆了一番這個論戰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可能也是來自於就是現在 目前中國大陸對於這個美國反美的情緒高漲 所以這樣子的話題才會被人家拿出來講說 啊這就是對於亞裔的一個不尊重嘛 那我們看看中國大陸他們今年的電影產業 也是常常會看到這相關的報導 所以他們的國產電影叫好又叫做已經彰顯了文化的自信 他們現在反而對於好萊塢電影是沒那麼喜歡 看到那種相關的電影的排行 基本上都是他們就是大陸自己的電影 甚至是像我們的這個周楚楚三海也是登上了他們的排行榜 那2024的春節檔全國這個就是中國大陸全國的電影票房 突破了80億元 這個成績也刷新了這個同檔期的歷史記錄 我記得去年是熱門的是流浪地球2啦 那今年的話是大家討論最多的是熱辣滾燙啊 第20條啊這個是兩個討論度最高 另外還有飛驰人生2 熊出沒逆轉時空 都是他們的熱門的這一次的春節檔期 那熱辣滾燙現在還要延長播放時間到4月多了 那多部影片他們現在其實題材也蠻多元了 就已經可以足以滿足中國大陸本身市場的一些觀影需求 截至到2月23號 全國這個中國大陸的票房127.14億元 觀影人數是2.77億次 那還有這個國產票房總加起來 已經占了市場份額大概97.15% 2020年之後其實可以看到中國大陸本身在他們的電影市場的市佔 就是他們的國產的片大概就佔了8成 2023年去年交出來成績單又往上升了是到83% 那現在其實兩岸現在感覺起來雖然好像驚嚇的事情有一些矛盾緊張 但是文化的交流倒是有讓大家感覺好像不那麼的衝突 因為繁花很多台灣的觀眾朋友也很愛看 甚至有些人就想盡辦法看能不能怎麼樣看到繁花 或是翻牆啊或者是用穿梭啊過去看繁花 那周楚楚三海的話也是先在台灣上映之後 到了中國大陸那邊反倒更為叫做 所以兩岸都有這樣子的一些文化上面的話題交流 反倒是各自欣賞是另類的一種這種緩衝 就是超越了政治隔閡 這首先我們請教一下介老師 怎麼看這個美國一直對TikTok講到就害怕 因為TikTok事實上對美國影響太大 它可能會改變美國 因為它現在有1.7億的用戶 大部分是年輕人 然後或者比較年輕的 所以美國也不過3億4千萬人對不對 差不多就一半數人都在用 而且都是比較活躍的 而是未來的 那這個對美國來講是前所未有的空前挑戰 因為美國過去它就非常鎖國啊 它只能接受西方就是歐洲來的影響 它不會接受東方的影響 這是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 種族主義 所以呢 從來沒有事實上從來沒有上有一個社交軟體啊 可以掌握到這麼多美國人 然後深入到千家萬戶 然後進入到他們腦海裡面去 那這個說某種程度來 叫西方人常常用的叫文化侵略 這種思想控制 這個是只能西方人對別人做 不能夠他被別人做為對象 所以這個是因為 只能他統戰我們 只能他控制你的腦 也進入你的腦海 不能讓別人進入他的腦海 尤其他的年輕人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一種國家級的這種危機意思 他為什麼這樣做呢 他就是不能接受 所以你看他出來講話是他的情報總監耶 是FBI耶 他說TikTok威脅美國 那前面再加說中國大陸 中共好不好 他總是TikTok是一個 是一個私人的機構 私人發展出來了 他掌握了人性的共同點 對不對 掌握了最新大家所喜歡的潮流 他不只是在美國轟動啊 全世界都在用 印度不是在用嗎 他介面真的好用 他介面比起其他現在正在做短影音的介面 他就是有那種使用者的優化 讓你覺得一下就可以上手那樣子 對啊 這個就是門檻低啊 這就是輕薄短小 可是他又不見得 他的廣大的收視率 他已經成了這麼大的一個收視網以後 你要知道 除了1.7億用戶在哪 還有數百萬人 藉著TikTok在賺錢 在維生 那在這個TikTok裡面怎麼樣 串起展現自己的才華 把才華變成什麼樣 被別人欣賞以後 變成有商業價值的才華 這個TikTok提供了很多小市民 或者說就是說過去沒有管道的人 一個出身 什麼上升的一個管道 這是很好的 對 所以現在是讓美國要進 那說實在誰也管不了 對不對 對 就看美國人 用怎麼樣 什麼樣 什麼樣來說服他自己的民眾 他們是一個強調 公平競爭 公開 創新 然後呢 言論思想自由的國家 所以這就看美國的政治人物 怎麼再去欺騙他自己的人民吧 嗯 對 所以拜登自己可以用 別人不許用 好 歡迎回來請問大白話 我們來關注一下 因為波音的風波還持續在延燒當中 南美航空他們這個波音飛機空中急墜 現在紐西蘭當局扣押了黑盒子 他們要來還原一下這個錄音機以及飛行資料紀錄 看看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事件 這個事故調查委員會正在調查當中 那問題就是現在波音真的是問題一羅框啊 竟然拿這種液體造當潤滑劑 聽了我們都覺得下巴都掉下來 太傻眼了 連波音自己的工程師都出來爆料 就說他們其實自己本身 本身員工也不太敢坐這個 波音自己的公司的這個飛機 他說他跟他太太說過 我絕對不會坐這個飛機 因為這關乎安全就生命問題 如果可能的話他會選擇搭空吧 這太諷刺了 那這個卡達的半島電視台 他們還出過了一個紀錄片 叫破碎夢想波音787 那他講到說這個裡頭 有員工還吸毒 還有工具就隨意亂放 沒有系統的訓練 還有損傷的零件繼續使用 片中統計有15個人當中 有10個人不會做自己組裝的飛機 這是怎麼樣的一個拼管啊 聽到這個搭對於波音的信任 又更崩塌了 更不敢搭了 那有工人講說 我覺得不會做這種飛機 因為我看到了一堆垃圾一樣的質量 工人B講說 在飛機製造廠看到很多不該發生的事情 比方說什麼吸毒啊 還有這邊的人啊 吃午飯的時候還會出去抽一個 太誇張了 這種內部的消息抖露出來 這個波音難怪會一直出包喔 那現在美國還打算要來制裁 來防堵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那就有美國的政治人物講說 欸這樣 這個我們應該要阻止廉價的 中國電動車進入我們市場 但是有學者就講說 這種保護主義喔 其實並不能夠挽救你美國的工業啊 你不讓他進來 難道中國大陸的電動汽車就會原地踏步 不再繼續進步嗎 那只是感覺上面你的工業 越來越落後別人嘛 那現在你看看 美國的Fisker跟這個Nicola 現在不到一美元的股價 已經暗示著美國的電動車公司的一個困境喔 因為他們現在沒有足夠的資金 再維持一年的時間都沒有辦法 Nicola困境喔 是從2022年持續到2024年 那他這個命名也是那個Nicola Tesla 那個著名的科學家 Tesla現在就是我們市面上看到Tesla 另外一家公司叫Nicola 那時候我們也有介紹過說 他的一些想要有一些能源車啊什麼的 但現在目前看起來 他的公司價值已經跌超過12% 連賓士的CEO都提到了說 如果反對歐盟提高大陸電動車的關稅喔 保護主義 呃將是一個錯誤的道路 如果反對的話 就是說如果提高這個關稅的話 他是持反對的意見的 大陸想要向歐洲出口電動車喔 這是一個競爭的自然發展 長期而言呢其實就是有競爭的話 會促使歐洲的車廠更加進步嘛 那你保護主義的話就是在反其道而行 而且現在比亞迪持續的降價攻勢喔 現在這個對手已經不是在瞄準Tesla了喔 而是所有的合資車企 他的目標就是要在電動車的銷量超過Tesla 那現在目前已經達成了 接下來他就要朝所有中外合資的車廠 來進行這個價格公式 還有這個比亞迪啊 現在已經變成了日本啊 這個本田汽車日產汽車喔 他們現在呃就打算不跟他玩了啦 就就說不跟中國的電動車較勁 打算要削減中國的產量 因為跟不上這個比亞迪喔 如果你有看到網路上面分享的一些影片的話 這滿街中國大陸的車車 這個都是比亞迪喔 所以已經非常普遍了 非常的CP值高又便宜啊 那我們看到他們現在日本已經打算要退出 這樣的市場競爭了 那小米倒是這個摩拳擦掌啊 打算在月底要來發佈 新的這個電動車能源車 雷軍講說他會在3月28號正式推出 小米汽車SU7喔 那其實過去雷軍就曾經發下豪雨說 小米的智慧駕駛技術是目標2024進入行業的第一陣營喔 他說他已經經過了三年這樣子 不付三年之約這樣子的努力喔 而其實當年呢 他要做的時候 王船服也有一番話是建議給雷軍的 那我們來聽聽看 這個精準的戰略的話呢 他不只說你浪費50個億 浪費50億其實很多大咖進來 50億不算錢 比如說像雷種 對 一千個億 關鍵是你浪費你三年的時間 這三年時間你說要值多少錢 拿錢是買不到的 市場又戰場 戰場的話呢 靠寫報告批准開評審會 那這樣就沒法打了 沒錯 看這種方向必須定 速戰速決 速戰速決喔 三年前他有這樣的一個 呃 他有這樣的一個夢想 就是雷軍有這樣的一個夢想 當時王船服這一番話 有人在講說 啊他在勸小米不要跨境市場 但他後來有解釋 他說並不是這樣子 他是說建議小米要選對方向 他說事實上在比亞迪跟小米之間 有非常多的一些產品上面的 合作跟聯繫喔 所以現在感覺上面 中國大陸的這個電動車 是要打一個團體戰 也就是說他可以給予這個雷軍 更準確的一個方向來進入市場 那是不是代表這個美國也好 歐盟也好 日本也好 如果還是選擇保護主義的話 就要等著被這個市場淘汰了呢 我們先來問一下介老師怎麼看 這個波音 這有點可怕的 波音非常可怕 波音這個情況有點像 上個世紀 80年代 美國底特利製造的美國車 這種工人傳出來的這些話都很準 當時這個波音 美國底特利汽車廠 有一個傳言 他們裡面自己人出來說 禮拜五出的車不要買 你要看一下 你買車的時候 你問一下你Dealer說 這是禮拜幾生產 禮拜五不能買 禮拜五要放假了 工人在混 對就跟你亂搞一氣 所以那個車來都叫好 我那時候在美國買車 第一次買車的時候 那個Dealer居然跟我講說 如果你買的是一個Rambo 你可以退 我還第一次聽那個什麼叫Rambo 還知道就是大爛車 結果這個車你拿到以後全身都是問題 你最後發覺沒辦法開 你證明如果是這樣的車的話 你可以還給它 如果第一次買車聽說有車子出廠叫Rambo 都是星期五出來的車 那一定星期五 所以跟這個弄得很像 其實波音問題這個公司 沒有問題才怪 對不對 2018 2019 它連續同型的飛機 一個在印尼 一個在Essopia 都摔飛機 一共摔死了350幾個人 天上怎麼摔下來呢 就直接就衝到地上 那最後發覺它原因是自動駕駛的問題 你那個自動駕駛接管飛機 有飛機就自動自殺 就變成神風特工隊自殺 他說那個連駕駛員 都沒有辦法控制那個飛機 要去拉起來拉不起來 兩個飛機都這樣子 自動駕駛自動接管以後 就俯衝 就變成神風特工隊 裡面的飛機上一個人都沒有火 結果叫他們查 查出來查出來沒有結果 結果波音居然有人出來講說 他說其實那些在這個飛機上死掉的人 應該是沒有什麼痛苦 為什麼沒有痛苦 因為他們摔下來的時間很快 從他開始發覺西部 肩腹粉 可能就是一瞬間就碰 他們沒什麼痛苦 而且他那種罪法 事實上人也大概就失去知覺了 就突然往下墜 那這一次呢 在這個南美航空這個飛機呢 這個波音787 是比較新的飛機 大飛機 在紐西蘭上空 也是一樣 它也是急墜 兩個人怎麼形容 他說我看到我旁邊人在拋到天上 從天上天花板上摔下來 肋骨 就當場被弄斷 然後呢另外一個說 我整個人在飛機架下 我的背是貼著那個 那個船艙 那個就飛機艙的天花板 我跟那個電影一樣被吸在天花板上 看下面的所有人 為什麼他急墜嘛 對 急墜人就就就飛起來了 所以五十 大概五十多個人受傷 三百多人的這個飛機 五十多個人受傷 到現在也沒交代出一個 交代出一個 那你記不記得 我們偉大的布林肯先生 他去莫尼黑開會 結果呢 開完會以後 他自己買機票回家 因為他的專機 又是波音的 飛不起來了 對不對 然後呢 他說他的控制設備 還有一次 波音飛機怎麼樣 開到天空呢 他的那個什麼 他的那個那個門啊 後面一個門突然飛掉 對 對啊這種這種飛機 你看現在這些工廠 這些工人出來講的話 你覺得可不可信 自己判斷 很憂心 新大白話景 接著我們來關注一下 因為現在美國很在意TikTok 所以他們今天最新的消息出來 是眾議院 365比65壓倒性的票數 已經通過了禁止TikTok的法案 那這個票數蠻懸殊的 也就是說接下來他們希望 自己的跳動 能夠退出TikTok經營 那不然的話美國就要禁止 這樣的一個城市 那你看美國的眾議員 他們就講 他說我們給TikTok一個明確的選擇 你要嘛就是跟這個字節跳動 就是脫節 就是他不能夠再來管理你 那不然的話 你就是要離開美國 那這個後果你就自行承擔 再來我們看到裴洛西 也除了還講了一番話說 我們這樣子瘋掉 TikTok是為你好啊 是希望你更好啊 我們來聽一下 好所以這一個話 因為人家覺得說你在扯什麼 所以在網路上面還有很多人去 二創 二搞了他這一番話 覺得說哎呀真的 美國人很敢講喔 就是我打壓你還是為你好 所以嗯 甚至還有一些網友在講說 自從宣布TikTok禁令以來 裴洛西已經 可能已經買了很多 Facebook股票了吧 就開始在那邊酸他 因為大家知道 之前他不是他先生的這個 投資很厲害嗎 所以他只用這個方式來講 那大陸也有回應喔 汪文斌講了 他說擾亂的是企業的正常營運活動 損害的是國際投資者 對於投資環境的信心 破壞的是正常國際經貿秩序 最終呢 必定會反噬美國自身 而今天周壽茲呢 他也要去這個做一些相關的 就是要阻止這個禁令的生效 所以現在看起來可能 還有一番拉扯啦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禁令背後人家講說 恐怕藏著是美國的陰謀 那這個參議員就講 講說哎你們這個美國人 我們自己一直在那邊罵中國大陸獨裁喔 結果我們現在自己做的事情 不是比中國大陸更獨裁嗎 那我們是要效仿這個中國大陸嗎 這是從他美國的觀點來看喔 他覺得說 這樣子我們自己主打著民主 為什麼去做這個我們覺得 是獨裁的事情呢 那微博的網友就諷刺啊 他說白宮安全顧問蘇利文毫不掩飾的說 我們不是禁止TikTok 我們是要讓TikTok成為美國的公司喔 就是這麼公然 就想要把它搶過來 因為你很棒 所以不好意思喔 我要把它變成這個美國的公司 這個我們其實 台積電是不是也有點這種感受 欸你太棒了 所以必須搬來這邊 那再來看看 還有的網友是講說 美國想要透過法案直接把TikTok 明搶過來 這樣有兩層好處 第一呢 所有的媒體就統一 受到美國的精英階層的控制了 不會讓老百姓看見不該看的東西 第二強到了一個超級賺錢的網路公司喔 如果TikTok變成了美器 那它的股價一定是萬億等級 會變成美國股市新的成長龍頭啊 那這個恐怕才是這個美國在算計的一個原因喔 那你看看拜登的團隊 他其實入住TikTok才一個月的時間喔 現在TikTok就被美國緊逼打壓 華爾街日報就披露了 說這個實際上 美國的政府跟兩黨議員 一直在幕後悄悄的推進TikTok的立法行動 儘管美方一直打著國家安全的幌子喔 對中企下黑手 那美國政客卻坦承 特別是在這個尾巴衝突爆發之後啊 他們看到TikTok上面的一些影片 他覺得說喔對他們很不利喔 因為這個立場上面比較親巴勒斯坦的話 這個影片的觀看數量比起親以色列的觀看數量 比例非常懸殊是69比1喔 所以越來越多人可能藉由短影音 認識了這一場尾巴戰爭 就發現就是好像站在巴勒斯坦那邊人比較多 那他們覺得說對於他們現在拜登的立場來說 就很不利 所以他們就覺得應該要推進打壓TikTok的行動 這是一大轉折點喔 另外我們看看 現在這個之前不是有這個美國的美軍親身嗎 那他的朋友就講說 其實喔美國捲入大多處的衝突 都不是為了推進民主跟自由 而是為了美國自己 政治的經濟的利益喔 所以他們認為沒有戰爭是一場好戰爭 就是戰爭都沒有好的啦 那戰爭必須要結束 而且他說很明顯的 站在以色列這一邊 已經越來越不受到美國人的歡迎了 還有甚至有美國的記者痛批拜登 就說他讓我感覺 當一個美國人有點羞恥 我們來聽聽 I mean look Joe Biden is a genocide he's a criminal he's sitting there eating ice cream pontificating on oh maybe we can have a ceasefire next week or perhaps the week after it's an abomination as 2.3 million people less now uh since so many scores have been killed uh but starvation has taken hold George and we know that dropping a mere 28,000 I think aid packets food packets as bombs are also simultaneously being dropped while people are starving to death what does that do it's a drop in the bucket pledge to stop arming this genocidal apartheid state I'm embarrassed to be an American I'm embarrassed that this is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所以其實越來越多美國人 對於現在支持以色列 然後在這場尾巴戰爭裡頭 好像扮演一個種族滅絕角色 越來越不以為然 在奧斯卡的會場外頭 也有很多支持巴勒斯坦人的 這樣的一個組織 在外頭聲援加薩 那他們出席這樣子的這個 我們來看畫面 就是很多明星的車隊 也被迫要逗留 停停止下來 因為他們在這邊 民眾圍堵這個會場外頭 當然是為著要聲援 那甚至還有奧斯卡的得獎導演 他也支持 他講說我們今天站在這裡 強烈的反對 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人的佔領 劫持以及屠殺 這一場佔領使得眾多無辜者 捲入衝突 所以他也是在發表感言的時候 聲援了加薩 那他自己本身是猶太人 所以他也是選擇說 不能完全站在以色列的立場 應該要多聽聽加薩這邊的聲音 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 建老師怎麼看 美國為什麼這麼忌憚TikTok 因為TikTok事實上在美國有1.7億的用戶 美國也不過3.4億人 對一半的人 而且這裡面大概都是年輕的 對於美國的現在跟未來 影響力比較大的 那這個TikTok不是華為手機 華為手機只是一個工具而已 TikTok事實上是進入你的眼睛 進入你的腦袋裡面去 從你耳朵聽進去的東西 他會改變一個人的思想思考狀態 他會把你的觀念都可以影響的 那這個你要知道美國的霸權最重要 除了他那個拳頭以外 就是他控制你腦袋裡的東西 像我們現在台灣會問一些問題 美國不是講自由民主嗎 為什麼會做這個做那個 你的前提就錯啊 美國什麼時候講過自由民主啊 自由民主是美國人告訴你他講自由民主 是美國人把這個觀念塞在你腦袋裡面 你才知道你以為他自由民主啊 其實他一點不自由一點都不民主 對 我在美國生活很多年 我是生活過才知道 被美國人洗腦多厲害 我們現在不只是台灣人被洗腦 中國大陸人被洗腦 全世界人都被美國人洗腦 這是什麼 第一個他有平台 對不對 那TikTok就是一個平台 所以美國人深知道這個東西的厲害 現在有1.7億的年輕人都TikTok 裡面東西如果中國大陸再稍微再影響一下 美國對中國的觀念會改 美國人對自己的看法也會改 美國對這個世界的看法也會改 那是他最怕的 所以這個TikTok是非盡不可 我是勸TikTok的當局 基本上不要掙扎了 你看眾院這個投票比例 基本上435個議員530比65 我們前面不是說TikTok就要這個民眾去打電話 沒有用 我們要到眾院到參院也是一樣 這個 有關於美國霸權 這個比這個華為影響力更大 必要必要至於死地 可是呢 我是覺得TikTok基本上 就讓美國年輕人自己去看看 美國教育他自己人認為美國是一個自由民主國家 他們是怎麼樣作為的 他們自己去親身感受一下 自己去痛一下 除了1.7億美國人 他們每天沉迷在TikTok上 還有四五百萬美國人靠TikTok賺錢 對 所以不要把這個公司變成美國公司 上美國人的道 不要把這個公司基本上就撤出來了 就不要玩了 對不對 我怎麼可以把我的公司就變成你的公司 這沒有我的公司 我為什麼要跟我的公司劃分界限 所以這種不是就是強盜嗎 美國國家做強盜 搶人家的公司 你就擺明了 你就是個強盜 對 你去搶 你到時候把我禁掉 我也不要跟我自己的公司賣掉 然後呢 可是我警告你 你不要搞這些什麼 剽竊我的智慧財產權 TikTok你不要搞個美國版的 在裡面繼續搞 讓全世界先睜大眼睛看 這個才會 我覺得 還可能有些收效 你其他方法 你去再參加美國的這個國會的停診會 什麼 基本上 我覺得不會有什麼用 所以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美國政治 美國的霸權 你真的威脅到他了 所以這個TikTok在美國活不下去了 如果看到他 感覺上面要制裁華為 可是卻又開了一個後門 說這個AMD超微不可以賣 那誰可以賣 Intel可以賣 哪有這種差別待遇 所以這個AMD就很氣 就講說你這個美國政府也是太差別待遇了吧 所以再來我們看看 現在華為喔 一直被大家所矚目 因為他們這個3奈米 據說也要問世了 而且呢 他們還有望超越三星變成折疊市場的一哥 最近大家在討論的兩款手機喔 就是華為的Pocket 2 以及這個折疊機喔 這兩款折疊機 這個Mate X5 這兩款都在搶市啊 那三星的話最近沒有新產品 所以陷入了一場苦戰 感覺上面現在華為 因為不斷的出貨大爆發嘛 已經拿下了這個4成的市場 超越了三星 已經變成了折疊機 現在全球的霸主了 還不只如此 華為同樣也有這個電動車喔 那還有人在網上有流傳 余承東啊 這個其實是這個 有一兩年前的事情喔 但是網路上面討論很熱烈啊 他在路上碰到了Kesla的車主 停車停不好還擦撞 那結果他就說 不然來買我們華為的 我們來聽聽 撞了撞了撞了 撞了撞了 應該說開M5 自己停車就可以搞定對吧 真撞上了 就要開我們的這個M5 就沒問題 這個自動摩托不行 沒開到M5就搞定了 乃車我看華為的M5 只有自動摩托 不用你自己搞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影片在網路上面流傳 大家想說 其實華為很懂得 怎麼樣去行銷自己喔 這樣的一個影片在網路上流傳 也達到了一個宣傳的效果 除此之外 我們來看看任正非喔 他也提到了這個孟晚舟事件 使得華為現在變得更強大了 我們來聽一下 喔這沒有喔 這不用聽了是不是 好抱歉 然後再來 韓國的晶片 現在也是遭受到中美的夾攻 那我們看看這個三星啊 SK海力士喔 他們現在停售了二手半導體的設備 因為怕得罪美國喔 所以沒有辦法賣給中國大陸喔 那知情人士講說 他們就是擔心這個晶片設備落到不正確的去處喔 那這個可能會跟美國的關係出現一些問題 那韓國政府真的是左右為難 因為美國不斷在加強力道 就是點名說韓國這些特定的企業 不可以對中國大陸出售半導體的設備 但是呢知情人士又來講啦 他說美國想要的真的很多喔 因為韓國政府雖然了解美國的立場 但是他們也必須要考慮到他們的國家利益 也就是說這些企業也必須得要活下去 所以他們擔憂如果對華出口管制措施的話 會使得這些半導體產業的競爭力產生不利的影響 因為他們接下來喔 他們這個半導體設備的技術水準 本來就不及美日荷蘭喔 如果出口也就是說市場上面也受限的話 那接下來他們怎麼樣在這個市場上面 有一個正確的一個正向轉動呢 因為沒有這樣的一個銷售 就沒有資金可以繼續來研發嘛 那韓國的中央日報提到了 因為美國在技術控制跟出口的限制喔 韓國正在失去大陸這個巨大的半導體市場 那其實現在這個中韓關係真的也是蠻緊張的 除了晶片的事情之外 其實像是汽車產業喔 或者是一些跟中國大陸重疊到的產業 中國大陸現在都已經選擇用國貨 而不用韓國的這些產品 所以韓國的這種出口量一直在下滑 中韓關係越來越緊張 也反映在這個破目這件事情喔 因為他們現在帶動起 在韓國他們上映之後這個電影喔 票房狂飆二十多天的話已經突破了八百萬 那他們就是裡面有這樣在臉上寫上漢字這件事情 還變成了一個流行的風潮 結果大陸網友都看不懂啦 因為在這個我們中國人來說的話 在臉上寫字其實是一種罪犯才會有的這個情況喔 他們說這個墨型或是叫做金型啊 那你去了解一下 通常是罪犯才會去這樣寫字啊 你怎麼會變成一種流行呢 所以還有人在那邊就是用這種批圖的方式 就是說把他們的明星全部都 批上一些奇奇怪怪的漢字 所以這個讓大家覺得很很怪異啊 怎麼會變成一種新的流行 那再來我們看看 現在竟然還有韓國的作家講喔 講說呢 這個漢字喔不是中國人創造的 是我們韓國人創造的 這大家都聽不懂啦 怎麼會是韓國人創造漢字呢 因為韓國現在的字都是圈圈啊 什麼框框啊 什麼直的橫的這樣子 也沒再用漢字了 所以大陸的網友就講說 地球都是韓國創造的啦 那既然是你們創造 那不如你們首爾改回漢城吧 漢字嘛是吧 那我們來問一下介老師 介老師怎麼看這個華為不受制裁影響 對華為不但不受制裁影響 最近我想媒體都在報導 華為馬上有一款新的晶片 叫這個9010晶片 這個9010就是 它是3奈米的 那現在就是說 華為這個Mate60 Pro用的是9000 叫這個華為9000 這個晶片 它是7奈米的 7奈米事實上的話 以現在大陸的這個 譬如說中芯還有幾家晶片生產商 它手上只有所謂的 深紫外光機沒有極紫外光機 它已經是令人感覺很意外了 因為通常你要這個有極紫外光機 你才能夠生產7奈米 以及7奈米以下的晶片 中國大陸在沒有這個 極紫外光機這樣子的這個器材之下 這個機器之下就可以生產出7奈米 已經讓人家跌破眼鏡了 可是上個月美國的很多相關的專業的雜誌 還說中國大陸尤其是中芯半導體 已經成功可以製造5奈米的晶片 也就是說用深紫外光機 而不是極紫外光機 就可以生產出5奈米的 可是最近最新的新聞是 這個華為手機要生產的9010晶片 事實上就是說它已經設計出來 那它是3奈米的 而且製造上也沒問題 所以就是說設計本來就沒有問題 晶片設計本來就沒有問題了 那製造的話 如果中國大陸能夠製造到3奈米的話 那就反映出來美國的所有對中國大陸的 這種所謂的晶片禁運也好 還有製造晶片的各種設備的禁運也好 都落空了 都落空了 所以本來就是說 Mate60 Pro這支手機出來的 用的是9000晶片的時候 那個時候美國就已經極為震撼了 成篇磊獨的專業報導 想要知道怎麼生產出來一個7奈米的 我明明把他的生產設備都扣住了 怎麼還製造出來 現在連3奈米都製造出來了 所以如果是確實的話 美國的商業部雷蒙多可以說可以下台了 他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 當然我們還是拭目以待了 不過我覺得光一個 Mate60 Pro的 麒麟9000S晶片 這個生產出來7奈米晶片 就已經證明美國是白忙一場了 那是不是會繼續白忙呢 就看現在講的 所以麒麟9010 這款晶片 3奈米晶片 是不是到時候正式的問事 嗯 好 請叫楊老師 TikTok現在在美國 因為他們就是已經用這種壓倒性的票數說 TikTok要嘛就不要在這邊營運 不然就是把它給賣掉 那周壽之身為這個TikTok這邊的這個營運長 他也特別發了一篇這個TikTok的短影音 來做反擊 我們來聽一聽 TikTok已經發動反擊了 在美國這邊有1.7億的這個註冊用戶 那他也是希望所有的註冊用戶站出來 然後來發聲 保障你們的憲法權利 讓人民聽到你們的聲音 那所以很多的TikTok的這些TikTok 他們都開始紛紛拍短影音 在斥責這樣子的一個法案的通過 那過去數年他們說進行很多投資 都是在確保用戶的資料安全 還有確保平台免受外部的操控 那如果TikTok被美國禁的話 將會使得 創作者以及小型的企業損失數十億的美元 將會影響超過30萬個美國的工作崗位 那中國大陸也是表達了不滿 他們說這是一個強盜邏輯 難道美國看到好東西就要具為己有嗎 他說所謂的國家安全 這個理由 用來打任意打壓別人的這些優秀企業 那就毫無公平正義可言 看到別人的好東西 就想方設法要具為己有 這完全是一個強盜的邏輯 那中國大陸的商務部也說 中方將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等於說來替TikTok來捍衛他們的經營權 以及在那邊合法的這樣的一個營運的狀況 那說要堅決的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那看到中國大陸的官方 外交部也以6000字大篇幅講說 美國的言論自由是名不符實的 美國即使不遺餘力的 將這個散播假新聞的帽子 扣到他國身上 其實都無法改變世界上越來越多人 識破美國用謊言編織的皇帝新衣 那其實這個中國大陸也算是大動作 在反擊這一次 美國實在是有點說不過去吧 怎麼可以說人家這個企業在這邊經營 就給他扣上一個罪名 然後開始就說不然你就要賣給我 賣給你難道就變成沒有這件事了嗎 大家還是照樣做短影 還是說賣給你之後 你就可以合法來控制這些短影音上面的言論了呢 所以這是有貓咪的嘛 就是賣給你到底有什麼樣的改變 就是你好控制而已 那再來我們看到 美國的網友是很憤怒的 跑到國會外頭 年輕人們還有一些TikTok 靠著這個TikTok帶貨或直播維生的人 他們就去外頭舉牌子 我們來看看畫面 那年輕人就反對這個TikTok的禁令 就說國會會有更大的問題應該要解決呀 因為你們這些政治人物啊 光是工資問題自己都很難達成一致 想不到你們在禁止TikTok的問題上面 這麼的賣力 他們就很諷刺了 就說你們政治人物該做的事情不做 反而來進TikTok 然後一窩蜂的不論黨派全面的要來進TikTok 是讓他們覺得看不過去的 所以越來越多的這些TikTok從實體到網路 開始全面性的來跟美國政府的這個決定來做對了 甚至他們還討論起來 就說如果他們不能用TikTok的話 就是這個所謂的抖音其實是TikTok 美國人需要TikTok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在討論 如果眾議院通過了玻璃法案之後 他們要怎麼樣在法律規範之下 利用VPN的方式繼續來使用TikTok 就是開始討論翻牆 大家來分享說怎麼用翻牆的方式繼續用下去 那你看看這矛盾的在這邊 我們今天特別去看了一下 拜登的TikTok的帳號 他也是個TikTok 昨天才更新了三篇新的短影音 然後其中還不乏要再罵一罵川普 一邊罵一邊進 這就是美國人的這個標準 厲害了吧 他可以用你不准用 那另外看一下 這個美國的前財長努欽啊 他竟然跳出來 他說他有意要來收購 現在組建財團準備要來收購TikTok 那他說這個應該要歸美國企業所有 哇這改成了這樣子的方式 TikTok就可以在美國繼續下去啊 然後董事長變成母親 這很奇怪 那美國還有富豪講說啊 我們都知道這個中國政府 可以透過TikTok來掌握到這個大家的秘密 所以現在必須要轉為美國公司 那如果既然有這樣的機制 是不是代表美國政府如果或美國企業掌握到TikTok 那美國也可以掌握大家的秘密嗎 那如果你們的邏輯是這樣子 換成哪一國來擁有 不都是如此嗎 那所以人家難怪會形容說這叫做 財狼馬上就已經來了 那加拿大現在也跟著走啊 就說我現在可能也要跟進美國的雨以風沙 連我們的行政院其實也都在那邊唱喝這件事情 就說我們搞不好也要進TikTok 那反正現在看起來 川普是不贊成的 川普是站在TikTok這一邊 哪怕他曾經反對 但是他現在轉變了 那結果這個時間點 他又收獲了一批這個年輕人的這個支持啊 欸拜登看不下去了嗎 現在竟然路透社跳出來講說 喔川普曾經授權CIA對中國大陸認知作戰喔 就這麼巧在這樣的一個時間點裡面 開始在講說喔消息人士指出喔 那這個行動呢就是要呃能夠獲得一些這個 就是等於是目標是要散播對於習近平政府不利的消息 要行動指在中共領導高層煽動其對北京的疑心 迫使中國政府追查外力的入侵啊 他說我們當時就是想要他們這樣子來這個難以追捕這些幽靈 欸這個翻譯好奇怪啊這什麼意思啊 反正就是有這件事情啦 那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川普喔才剛停完TikTok 是不是馬上就被爆了 謝老師 你知道在美國紐約時報做了一個統計喔 他說大概有15%的美國 19歲到29歲的年輕人 他們的新聞的來源 他們也不看報也不看電視 新聞的來源你知道從哪裡來 就是看TikTok 就從TikTok來 15%欸 這數目相當的大 對 當然啦現在他統計大概34%的 19到29歲的年輕人 基本上他們的新聞來源 都是從什麼 社群網站出來的 所以呢這社群網站 34裡面是從社群網站 可是整個加起來有15%的美國 19到29歲年輕人的新聞來源 是TikTok 這對美國來講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他沒有辦法管制TikTok的新聞 他這個新聞事實上 新聞說客觀完整公正報導 那個是一個怎麼樣 那是個理想 大部分都是怎麼樣 不客觀不完整 不公正 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齁 他們這一群TikTok的 在上面做節目的這些人 在白宮前面這個 這個示威抗議 我就很注意看 你知道他遠照是一群人 你待會再放他 鏡照只照兩個人 一個是印度裔的 一個什麼 一個是亞裔的 為什麼要這樣照呢 你看他一直照他 這是不是美國人 不是印度裔的 然後印度裔旁邊 他要照一個亞裔的 特寫鏡頭的時候 為什麼 他就說這些在TikTok上賺錢 都是這些人 你看 這就是他們在傳播一個訊息 沒有錯有一群人在 可是你最後看到 不是長得像印度人 就是長得像亞洲人的 所以你看這個就是 美國在控制媒體 媒體本身在控制這個訊息 給人家的印象的一個方法 TikTok他們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美國這個國家 就跟 不是我講的 是川普總統講的 都是假新聞 美國總統每次一講說 你哪個媒體 假新聞 你哪個媒體 假新聞 對 都有假新聞 美國人自己講的 對不對 那TikTok是怎麼樣 它新聞來源是怎麼樣 是全世界各個TikTok用戶 它自己放上去的 所以你就很難 而且它很全 今天新聞 不是只有美國的新聞單位在控制 全世界都怎麼樣 都有新聞 所以這個美國辦法 美國沒有辦法控制 這是很重要 美國要 TikTok 不要禁掉TikTok 對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跟它其他的這種 還有燃油車 現在一個現象就是說 一般認為它都是用價格在取勝 其實現在不見得是如此 中國大陸幾乎幾個大車廠都是車海戰術 車海戰術就是說 第一個車型很多 然後呢 你比如說像比亞迪 它有什麼王朝系列 秦 漢 唐 宋 緣 都有 然後呢還有海洋系列 海豚 海豹 海豹 海獅 海什麼 哇這個車型一大堆 然後呢 它還有最高端的車子 比亞迪最近出了兩款高單的車 仰望U8 一輛車你知道賣多少錢 106萬人民幣 這還不是天花板 天花板最近出了一個仰望U9 你知道賣多少錢 168萬人民幣 折合台幣736萬 是什麼 超跑 全電超跑 所以大陸這個車基本上 它現在給西方國家 日本這些國家老牌造車 是一個 一個一個又一個驚奇 他們覺得中國大陸怎麼車子 會做到這麼快 那其實就是說 因為中國大陸事實上的 國內的車是全世界競爭最激烈的 所以它在全世界能夠 在全世界最激烈的市場已經經過磨練了 再跑到日本市場 再跑到美國市場 對它來講是等於講什麼 職業球員跑去打業餘賽 對是它很輕鬆的 所以現在特斯拉的那個創辦人 馬斯克講過一句話 他說中國車一定席捲全世界 唯一能夠擋住中國車的 中國尤其電動車的 只有靠貿易保護主義 他是專家 他這樣講 非常否刺 那西方報導 你要聽西方報導你就完蛋了 西方報導說中國車現在殺的不得了 一年今年會倒個十幾家二十家 就是什麼稀奇